记者陈玉富台北报道,为揭露历史真相,清除威权一序,行政院促转会今日召开记者会宣布,今年9月将与全国举行三场落实转型正义与国家人权愿景说明会。 促转会指出,中正纪念堂要如何转型,将在今年底至明年初前提出方案,未来此乎也在处理范围内。 促转会委员杨翠致出,关于中正纪念堂转型问题,一定会转型,去年文化部已经展开相关工作,促转会成立三个月来,先跟文化部合办愿景工作方,接下来要展开焦点会议,提供中正纪念堂转型的想法,空间使用未来要转成什么方向,同项要如何处理? 文化部会提供中正纪念堂组织法相关修法,预计今年底至明年初提出方案,关于蒋介石领请慈狐如何处理。 杨翠表示,都会一一处理,过去前三个月是处理其他事情,要先去建构台湾威权象征及分布的空间地图。 目前未讨论慈狐如何处理,但慈狐当然也在处理范围内,政治受难者团体联合工作小组代表蔡宽玉表示,五年前国家人权博物馆曾举办国际人权研讨会,邀请很多国外人权学者来参与。 那次上午陪同去六张离乱葬岗,下午去参观中正纪念堂去,一位德国学者就说,不知道是不是我脑筋不清楚,上午带他去看受难者被杀害的地方,下午去看加害者受国家崇拜的场所,这非常矛盾。 此外,促转会规划,9月8日首场说明会,将在国家人权博物馆景美纪念园区举行,第二场次定于9月16日,于台中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举办,第三场9月30日在高雄市立图书馆召开,将邀请政治受难者及家属,提出对转型正义的工作诉求。 促转会副主委张天钦表示,虽然228事件处理及赔偿条例,戒严时期不当叛乱即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与戒严时期人民受损权利回复条例以给予政治受难者及家属赔偿,但是这些相较于政治受难者的冤屈是远远不够的。 张天钦指出,在此基础之上,促转会工作更全面推动揭露历史真相,消除威权移序,平复社会创痛等重任,因此规划邀请政治受难者及其家属,公开说明转型正义与国家人权愿景工作,聆听各方诉求与意见。 政治受难者蓝鸣故之女,白色恐怖案件频繁促进会代表蓝云若表示,直到现在加害者在哪都不知道,自己从小被赴匪谍之女屈辱70多个年头,希望促转会能顺利再两,三年内完成任务,如果我父亲不是被枪决,而是被关十几年,说不定还能去纪念园区走动。 目前还有很多受难者活在阴影中,希望促转会让我们看见公平正义。